开门了 看里边装修啥样了 我瞅瞅啊 这回能瞅清楚了 哪了蛇皮 那里的腌头那里的你看 这可真是 妈这大蛇皮 与蛇为家呗 把这个炉头我们换一下 去年一冬天都烧酥了 都不行了都 换掉 看这个就是大炕 让耗子倒的呀 都是这种洞啊 前几天大兄弟给呼吧呼吧 这种炕席呢 是这样的 这属于是啥席草席 那个叫帘的 帘的草帘的 我记得以前我老家就用的这种 这个地印子呢 已经放映冬天了 可以说一年了啊 但是一进屋的时候 吓我一跳啊 就可以可想而知啊 夏天的时候这里边就可以说跟蛇窝 没有什么区别啊 你看这蛇皮 哎呀看着都吓人了 看这儿 你说这得多少条蛇吧 在里都脱皮了 还有这儿 哎这条大 看这个大蛇 哎都已经干了 都干了 这么长 这么长 这还有 哎呦我的妈呀 可能是有草的 是问题 这个还有一条 给我去 看 这都是大松花蛇 这个底下还有呢 哎呦 妈呀这个这么长 哎呦 挺甜的 这真是感恩蛇窝了 这要夏天真不敢在里边住啊 把这个蛇皮都拿回家哦 看多长 哎呀 在蛇了 慢点 吓不吓人 这还有 朋友们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多的蛇皮啊 想想都有多少条蛇 而且长的都有一米左右 过一波 你们看着是指定害怕 但是我不害怕啊 踹刀 拿回家 看啊 这个就是他的舌头 看着没 你看 这是他的蛇嘴 详细不详细 这是两半 完了 这个就是他的身子 看多长 这个得一米 今天呢 和我家邻居啊 这几个伙伴嘛 呃 我们就上这个地印子来清理清理来了 结果一进屋啊 真是吓一跳啊 看着有好多好多的蛇皮啊 就可以可想而知啊 夏天的时候 这里边到底能变成什么样 是不是都成蛇窝了啊 你说吓不吓人 像生活在我们东北农村呢 像我刚才拿那些蛇皮 肯定会有很多粉丝说 小雪你不害怕吗 其实不害怕啊 像生活在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成天跑山的嘛 在山里边什么蛇啊 耗子啊 老鼠啊 还有其他那些动物啊 几乎啊 就是说都可能看着 除非老虎和黑瞎子看不到啊 但是就像这些小动物真的 真能看到 有的时候就说这个蛇在我家菜园子 房后的时候都有 夏天的时候都有的时候会进屋啊 所以我们都平常了 就是不怎么害怕了 今天呢 就是正式把这里边清理一遍啊 卫生啊 各方面都得重新的规划一下 毕竟一年了 造的也不像样 让老鼠啊 让蛇里边倒的都是洞 准备就是清理了 这边呢 在那打水呢 霍大泥 搬砖 准备重新搭炉子 重新搭炕 你看看这四周的环境啊 大家可想而知啊 如果在冬天下大雪的情况下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而且只有这边有个地印子 炉筒冒着小烟 屋里灯火通明 想象一下 是不当时特别特别的美 这个烟筒子放了一年 丢了 这个是我们今天新捧回来的 还没安呢 都歪位了 一会儿重新给安一下 来挺好 透风 涼味是吧 你看这个地印子 上面是用塑料布 铁皮还有草搭上的 所以在这感觉特别的矮 但是里边呢特别的深 大山脚下 在这有一处地印子 这种环境真的想想都老嗨了 好好干活 看这俩大哥 老嗨了 这两个呢都是我家的邻居啊 都是我们一个村的 所以也特别的好 大家不要说乱猜测啊 我是谁的媳妇 我是谁的媳妇 天天就这么猜 今天猜我跟她 明天猜我跟她 在这里开个玩笑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今天主要来收拾收拾 规划一下 收拾完过段时间之后 就在里边我们开始冬天没啥事了 做饭 玩扑克 逗地主 给我留个关注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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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